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RN与Alem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何非凡生于1919年,出于1980年,广东东莞人 她的原名叫做何鹤廉,又叫做何康琦 就是中国著名粤剧男演员,行当就是文武生 此外她也做过导演和编剧 何非凡的太太就是郑曼霞 郑曼霞就是郑润琦的女儿来的 后来因为自己抱负非凡,何非凡有这样的抱负 所以她就自己把名字改了做何非凡 何非凡就施承李叫天,陈省张和石燕子 早年,何非凡就曾经学过做花旦,做花旦行邦 她就曾经先后加入过大罗天剧团 黄金剧团,乐奇乐剧团,红年剧团等等 在1938年,何非凡就自己组织了非凡响剧团 何非凡的扮相就风流剔躺,瀟灑 她的唱功就连叠运康,忽然就很低沉,忽然就很高抗 偶然就作一些闲康,风格是自成一格的 所以很多人都被称号她叫做梵康 有些人也叫她做狗仔康 在舞台春色,西商记,情增,偷盗,销商馆 这三出剧目,都是她的首本剧目 是最著名的剧目 在1961年,何非凡就接任香港八和会馆 做第七届主席 除了郑潤琪之外 除了郑潤琪的女儿 是她第一任妻子之外 何非凡亦都有另一个妻子 她就是粤剧的名领罗艷卿 至于她和罗艷卿的夫妻的事 我们稍后再讲 首先我们在这里讲一讲 何非凡的职业生涯 何非凡就原名何年 又叫何康琪 非凡就是她自己作的艺名 她是东莞人 何非凡小时已经很喜欢粤曲 当她在私属读书的时候 已经经常学人去唱戏 后来由她的姐姐 她的姐姐何仙 就公读她 但是公读到初中一年班 就已经绝学了 没有再读书了 在1935年 何非凡就跟着石燕子 就学习粤劇了 另外还有一个师傅就是陈省章 当时她已经改了一个艺名 叫何非凡 其后她的姐姐何仙 就出钱帮她组织了一个粤劇团 就等她随团地学艺 希望博取众家之场 等她精益求精一个技艺 时间到了1939年 何非凡就随团 就去到上海和澳门等地 就巡回演出 由于她的唱刊比较特别和新荣 而技巧就相当之嫌熟 于是就被这个粤劇 粤军师长 郑润琪的女儿 就看中她 就相当之对她相当赏识 于是乎就出钱 供她继续学艺和深草 在1944年 何非凡就和郑曼琪 在广州结为夫妇 何非凡学艺 就相当之黑苦 而且还精益求精 她唱曲的时候 套字就相当清晰 康调也都相当之流畅 而且自成一派 所以很多人大家都称这种康口 做梵康 或者狗仔康 在抗战胜利之后 她经营 就经十余年的黑苦锻炼之后 她的唱和演的艺术 以津化景 她的粤剧团 就命名为非凡响 而且聘请了粤剧名单 坐厨兽魂 凤凤鲁 在广州连续演了一年多,三百多场 而且还长长爆满,打破粤剧票房的最高纪录 从此何非凡成为了飞升省港澳的著名粤剧文武生 在建国的初年,何非凡随团来到香港 与粤剧名单《红线女》、方艳芬等等 多次合作演出《情僧偷渡小张馆》、《白涛基》、《一曲凤球王》等等 这些著名的剧目 特别是《情僧偷渡小张馆》 就更加是连续演出了一百零六场 而且长长都爆满,座无虚切 在七零年代,何非凡除了演粤剧之外 间中也是受聘演出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演出 后来他退出了艺坛 退出艺坛之后,他就在九龙佐敦道开设了一间餐馆 这间餐馆就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陆容仙馆 在1980年,何非凡抱病帮电台陆唱《珍珠塔》 这个《珍珠塔》也是他的最后遗作 及至同年的九月,何非凡就病逝于香港 今天和大家分享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告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如果未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下条片继续为大家分享何非凡的戏剧人生 今天就拜拜